中午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 找我们家事 去这个海边游泳 找我给大家看看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海边 大概没有多远一个距离 现在是三点零九 咱们看海 到海边没有多长时间 这地方每天去海边就客戳 大概我估计的话 反正我每天走 我估计的话 有时候是在五十分钟 可能是我走的稍微快点 我估计我也有 反正比海边一个特性 带着吊床特别易 前两天刚用完的这吊床 反正挺 在这地方买的吊床挺好 挺实用的 没完事 查医班后上海边 吊床玩一玩 挺好 这天晴反正是心情不少 对 早点到地楼 Let's go 看看这边 这些鱼竿 这些是什么鱼竿 反正这些鱼竿我是不太认识 这是什么是什么鱼 但是这个应该是 麦鱼 这麦鱼竿应该很好吃 剩下这些鱼 咱也不认识 这些鱼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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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海边了 马上进去超久 现在是三点十四 看不见 看不见吗 注意一下焦 看见了吗 三点十四 我们用了五分钟 我还这楼底下 我还跟鄰居烙火车 跟大家看伙这个手机吹 其实我要是走得更快的话 能就两三分钟就到了 最后这地方离海边了 还是特别近 来找一个空地 那个把那个 吊床上去搭起来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他们种的小的 椰子树吧 这是什么树 就是 应该是椰子树 叶子树 那应该是树 那应该是树 这是 这是 这是那个没有 没有熟呢 对没熟 它就吊下来了 它应该是广风热或者是什么的 应该是叫什么 有水吗 有 我听声的 没有 实行的 咱们又来到那天哪个地方了 还是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驾驶 驾驶就行了 咱就直接绑 哎 没有 看 看啊 看啊 今天打的那个怎么样 我总 我总还怕 你知道我怕什么吗 我怕这个东西蛇你知道吗 没得我还真不怕 我怕这个东西蛇 哎呦 这是不可能的 哎呀 哎 没毛病 没毛病 不咱们脚 搞定 哎呀 好舒服 这俩 这大爷大娘在这拍照 还是毕竟用了一小吊床 你注意啊 我看我就别在发 还没整明白 慢慢的 不行不出 你没有那效果 这个腿揪下来 看这朋友快跑不进 世上唯一不变 世人都善变 路过人间 爱都有极限 天可恋前 心碎在所难免 以为通过机会 多了些修炼 路过人间 就懂得放来 说来惭悔 人只要有机会 就有魂线 海南有这么多地方 不知道该去哪里好 我现在的地方呢 是位于这个海南的灵水 其实我来到灵水之前 我已经去了这个塞亚市区 包括这个东方 还有勒洞酒所 酒所新区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 去过以后 我最终还是选择 在这个灵水这边租房子 为什么 因为我首先我看的第一个 就是灵水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去往这个哪 去往三亚了 三亚市区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在花同样的价格 但是租到的房子 确实不是很好 就是房价普遍很贵 我去看的那个大树酒店楼下 包括那个红沙社区 红沙码头那边我都去看了 房子总体来说没有这个灵水这边 比较好一些 然后价格普遍稍微贵一些 所以说我就没有选择 在三亚市区里 之后呢 我又去到了那个哪 勒洞的酒所 因为勒洞酒所 是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是在于这个勒洞酒所 那个地方靠海 不像在这个灵水这地方 靠海这么近 但是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优点 优点就是在于 它那个地方的物价真的是特便宜 就是消费啊什么的 因为那边东北的老人也很多 在那边做做买卖啊什么的 就是特好 就是环境啊什么的也都不错 但就是唯独一点 就是离海稍微远一点 我觉得来到海南岛 看看海还是挺有必要的 所以说我就没有选择 在勒洞酒所那个地方 而且那地方我感觉 城市稍微有点小 所以说我也有 没在那块去选择在那块住 之后呢 我又去到了东方 在东方啊是离 离海也很近 哎房价也很便宜 物价也很便宜 但是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东方已经出了这个北纬18度了 就是它到冬天以后 气温呢包括这个气候啊 没有像这个灵水啊这边 包括三亚这边气候好 所以说我也没有选择在东方 最终还是选择在灵水 但是灵水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物价普遍偏高 我们住在这个新村镇这边 呃因为这边是靠近南湾侯岛嘛 所以说离景区很近 所以说物价呢普遍就偏贵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物价吧 也是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就选择住在这儿了 静在这儿了 之后还有一些朋友说 说这个文昌还有琼海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就是因为那边是靠在东面 是台风比较好登陆的地方 所以说雨水比较大 包括我也遇到在这边遇到一些老人 跟我学说他们在琼海其实是住过的 给他们的感觉也是稍微潮湿一点 雨水比较大一些 在这边呢 灵水这边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这个潮湿的这个天气 我觉得我是能忍受的 等过两天我给大家买了一个 那个湿度表湿度计 等我那个到了以后 我给大家看看就是 这边的湿度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说大家可以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以后的视频